今年8月31日 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正式离任 提前一年结束原定任期 阿泽维多的突然辞职 让世贸组织临选委员会 不得不进行新任总干事的推选 在好不容易确定了新的人选之后 美国却又跳出来搞事了 据报道 10月28日 世贸组织临选委员会 原本已达成共识 决定推举伊伟·阿拉为新任总干事 此前包括中国、日本和欧盟的 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国 都对伊伟·阿拉接任世贸组织总干事 表示了支持 然而美国代表却对该任命表示了反对 据悉 伊伟·阿拉来自尼日利亚 曾任尼日利亚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 还曾在世界银行任职长达25年 目前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董事会主席 此次被推举为新任世贸组织总干事 也是出于临选委员会的认可 然而 即便在委员会和大多数成员国 都一致认可的情况下 美国还是在单方面表示 不支持这一推荐人选 据了解 相对于中国等成员国支持的伊伟·阿拉 美国更中意来自韩国的候选人 于明熙 但美方代表只是一直强调其意见 并未给出过相关解释 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出手 刁难世贸组织了 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 美国政府曾多次向世贸组织施压 并无端指责世贸组织对待美国的不公正 近年来 美国多次威胁退出世贸组织 并曾反对上诉机构改革草案 致上诉机构最终停摆 就连前任世贸总干事阿泽维多的提前辞职 也和美国的威胁和施压脱不了关系 此前 特朗普曾要求前任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 将美国划入发展中国家的范畴 意图为美国的国际贸易争取更多的便利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 2020年世界各国的经济形势都十分严峻 这对于世贸组织本身而言 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这样的紧要关头 阿泽维多被逼辞职 对世贸组织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如果新任总干事的人选能够及时确定 世贸组织将继续面临群龙无首的局面 与阿泽维多同一届的四名副总干事 将共同临时履行总干事的职责 根据世贸组织现行规则 新总干事任命 通常应采取成员协商一致的方式 即164个成员全部同意的情况下 新任总干事才能产生 在特殊情况下 将总干事人选任命决定 诉诸成员投票表决 也可能成为备选方案 如果美国执意反对 下一个世贸组织总干事 或许真要破例 由投票决定了